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不知不觉,咱们这一个系列已经进行到第五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了 您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有些质疑 质疑什么呢?就是提到达赖喇嘛这个人物的时候,应不应该用执政这个词 可是后来我想想,用了也无妨 因为在清朝,也就是五世达赖喇嘛以后 有人对西藏的佛教就产生了质疑 尤其是中原王朝,当然我们指的就是清政府了 清政府的统治者,大清的皇帝几乎不用藏传佛教 或者用佛教来单指藏传佛教 他们都用喇嘛教这个名词 所以说当时就有这种声音 大家都在想着藏传佛教它到底是不是佛教 有相当一部分声音甚至认为 这达赖喇嘛在这个大的层面上是一位政治家 小的层面上才是一位宗教人士 无论我个人怎么去理解 我想也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认为听书的您自然是瑞士的 这大主意您拿,我还是负责呀 把书给您说好了就行了 有人说这武士达赖喇嘛是达赖世系里边非常有成就 最具影响力的一位达赖喇嘛 一位转世活佛一位大德高僧 那么书呢您往后听您就会发现呢 我对这种观点多少还是有点看法的 因为我对武士达赖的很多做法啊 多少还是不认同的 哎那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书归正传 要说这武士达赖喇嘛呀 他的人生啊 那是非常充满戏剧色彩的 一时一变 要说起来呢 从这个公元的1622年 那年啊按大明朝的纪念算 应该是明天启二年 已经有了后金了 虽然大清还没见过 但是那是后金的努尔哈赤的天命七年 阿旺格桑加措啊 作为这个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旧宰拉萨 折邦寺座床典礼成为了武士达赖喇 当时啊 这个藏区的统治者还是藏巴寒 藏巴寒就表示 既然你老师是四世 班禅大师 格桑利吉坚赞 那你就应该呀 追寻你老师到这个后藏 到扎实伦布寺啊 去修行你的佛法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藏巴寒实际控制的区域就是后藏 如果把达赖和班禅都控制在后藏 他也就是相对的控制了格鲁派 但是呢 让藏巴寒没有预料到的就两点 一呢 这个格鲁派内部有强硬人士啊 就保护了达赖喇嘛 把他呀留在了折邦寺学习 并且呢 还外联了 墨北蒙古厄鲁特的一支 也就是和硕特部的故事函 来到了拉萨 一鼓作气还就推翻了藏巴寒政权 关于这藏巴寒 最后一人藏巴寒的下场啊 这史书当中有不同的记载 我呢 采用了一个记载比较多的说法 就是啊 他被射死在布达拉宫后山的山剑里了 也有人说不是 而是被装进麻袋呀 扔到雅鲁藏布江里边 腻死了 那为什么我采用第一种说法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呀 从拉萨逮住的藏巴寒 然后再把它装进麻袋 扛到雅鲁藏布江边上 扔在江里溺死 这个过程有点麻烦 行了 这都是闲篇的并不重要 总之呢 这会儿的武士达赖啊 应该算是春风得意支持啊 年纪轻轻呢 就同自己的老师四世班禅 一起执掌整个教派 有外部力量 故事函的支持 而且有内部力量 他们也建立了 支持格鲁派的 受顾史函任命的地方政权 咱们讲了啊 这个地方政权的名字 叫甘丹颇章 那第一任甘丹颇章的 第八是谁呢 这又是第五世达赖喇嘛 非常信任的一位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师 叫做索南饶丹 然后呢 又在顾史函的推动下 顾史函以及五世达赖喇嘛 那五世达赖喇嘛 当然就代表着皇教本身了 联合的组建了共使团 越过了 蒙古高原 直接就抱住了 后金黄太极的粗腿 哎 当然了 这会儿的后金呢 已经不叫后金了 因为大清国呀 已经建国了 一切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并且呀 这黄太极 向五世达赖喇嘛 抛出了橄榄枝 让他有机会 一定来圣经访问 一切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说这五世达赖喇嘛 他心里踏实吗 他不踏实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这五世达赖喇嘛 实际上啊 更倾向于政治家 因为这会儿的五世达赖喇嘛 心里呀 对权力的欲望啊 越来越膨胀 那从哪方面可以看出来呢 就从啊 这达赖喇嘛当政时期 几代甘丹破章政府的领袖的选举上 就能看得出来 哎 他们的领袖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第八 那有人就说了 你看啊 第一任甘丹破章的这个领袖第八 就是达赖喇嘛的亲信 哎 索南饶丹吗 没有索南饶丹 很难说着五世达赖喇嘛 能够正常的坐床 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 索南饶丹 虽然是格鲁派的高僧 虽然是达赖了一系的亲信 也凭着自己的努力 挽救过达赖一系 但是我们得知道啊 这索南饶丹这个第八这个位子 他是故事寒任命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索南饶丹是格鲁派当中的鹰派 强硬派人士 他虽然尊敬达赖喇嘛 但是在政治上 他有自己的观点 并且非常的强硬 五世达赖喇嘛 坐床以后啊 就反对这个索南饶丹 引进故事寒的力量来消灭藏八寒 因为这个五世达赖喇嘛 他出身于藏族贵族家庭 并且他家族的势力 完全就能够平衡前后藏之间的实力 所以他觉得他和他的家族 能够掌控当时魏藏的势力 政治势力 但是呢 索南饶丹就不同意 索南饶丹是说呀 如果一定要留着藏八寒 这支政治势力的话 对将来的格鲁派那有相当大的威胁 我们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索南饶丹力排众议 引来了故事寒 才消灭了藏八寒意志的政治势力 那历史呢 是不容假设的 从我们现在来看 这索南饶丹的做法 完全应该是正确的 最起码对格鲁派而言 那是积极的 那索南饶丹强硬到什么程度呢 藏八寒的话 他也不一定就真听 他完全是一个民族主义 一个宗教主义者 但即便是这样的索南饶丹 作为当时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 藏族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他仍然是顾史寒认命的 并且这顾史寒呢 和其他的蒙古势力不一样 那原来啊 也有支持藏族的蒙古势力 不管他是心向哪宗哪派 但是他们通常不会住在拉萨 即便是住在藏区 也多住在安多 也不会住在外藏地区 可是顾史寒不一样 顾史寒的王宫就在拉萨 那也就是说 现在在拉萨的三股力量 顾史寒的蒙古力量 还有这个甘丹颇张的藏族地方政权 以及皇教 格鲁派的宗教势力 除了这只蒙古势力 就是顾史寒之外啊 剩下那两只啊 在拉萨胡的都不太舒服 对啊 因为这脑袋上啊 他有太上皇 那最难过的呢 那肯定就是达赖喇嘛了 因为这甘丹颇张的第八所难饶丹 虽然是自己的人 是自己宗派的人 但是也不一定就受自己驱使 好在这会儿的武士达赖喇嘛呀 还能背过身去 深深舒一口气 轻轻的说一句 好在我年轻 对喽 好在就是谁活的时间长啊 谁就有话语权 这故事寒呢 1655年 那年是清甚至的12年 这老韩王寿数可不浅呢 他享受73年 这会儿呢 可能是这武士达赖佛爷念经管用了 这顾史寒一死啊 这身后人 也就这帮儿子们 因为这点事啊 打起来了 远在青海一分争夺过后 最后啊 终于也商量出来 这个谁来接替顾史寒了 谁呢 顾史寒的长子 名字叫做达颜恶提尔 那有人说呢 肯定就是啊 这达颜恶提尔 风风光光的来到拉萨 接地他富含的宝座呗 没那么容易 因为那边啊 诸地之乱啊 那乱着呢 虽然仗是不打了 但是好多事还没平平下来 所以呢 这个达颜恶提尔啊 继承汗位之后 三年之内也没入了藏 为什么呢 他得处理他的琐事 主要就是和弟弟们的关系 哎 这么一来啊 在这三年里 这武士达赖得了乙了 很多呀 本来是应该 他和这个蒙古大汗 共同处理的事物 现在就由他一日处理了 这一下子 武士达赖喇嘛 心中这盏欲望之门呢 算是打开了 人呢 就是这样 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你得让他放下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那这会儿 武士达赖这位年轻的活佛 心中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 哎 就在这个时候 1658年索南饶丹 就是那个第一任强硬的第八 也过世了 那年啊 是大清甚至的15年 就在那一年呢 索南饶丹元祭 达言厄齐尔啊 也来到了拉萨 正式继承了韩位 这老天爷的幸运之门呢 再一次就偏向了武士达赖喇嘛 这武士达赖喇嘛就发现呢 达言厄齐尔啊 大将军的性格 对政治啊 一点敏感度也没有 根本也没有什么 这个帝王掏略 于是呢 这武士达赖呀 就试探的 问这位新人大汗 他说 您觉得谁来做这个 甘丹破章政权的第二任第八呢 果不其然 他得到了他最想听的答案 哎 这大汗说了 你看着办吧 听到这个答案之后 这达赖喇嘛 深深的就输了一口气 第二天 他就向这个新大汗 推荐了他的人选 谁呀 名字叫做赤裂加措 那么说这个赤裂加措 是他的绝对心腹吗 实际上不是 这赤裂加措呀 是一个很想做第八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实力 能做到第八位置上的人 他就没想到 这年轻的佛爷 竟然向这个大汗 推荐了他来做这人第八 从此之后 我对武士达赖喇嘛 感恩耐德 处处为达赖喇嘛之命是从 自此之后 这武士达赖 算是正式的从 和说特汗手里 把这个甘丹坡张政权的 第八这项权力 死死的攥到了自己手里 那转眼间呢 来到了1668年 那年是清康熙七年 哎 这和说特汗 达盐恶切尔去世了 巧了 就在同年第二任 第八吃的加措 也去世了 于是在拉萨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原来呀 宗教政治的 一共有三位 现在只剩下 武士达赖喇嘛义人了 那这达赖喇嘛一看 他还客气什么呢 于是啊 就总揽大权于一身 自个儿说话算术啊 好几年 那有人说了 这老韩王死了 新韩王很快就来呗 来不了 这蒙古的政治势力 永远这么的没出息 只饶爸爸一死 那兄弟肯定干招 那在这期间呢 武士达赖喇嘛呀 他认命了新任的第八 这新任的第八的名字呀 就罗桑图盗 那这问题就来了 现在的新任第八 无论是谁 那完全听命于达赖喇嘛了 为什么呀 那你得想想 你这个官职是谁认命的 那当年顾史函 任命索南饶丹 这索南饶丹 还有义务听这位韩王的 那现在呢 像第三任第八 罗桑图盗 那本来就是达赖喇嘛任命的 那他肯定听命于武士达赖 千呼万唤使出来呀 又经过了三年的内讧之后 167年 康熙十年的时候啊 达盐恶切尔的长子 贯绰克拉达那呀 继承了韩位 入葬啊 坐到了这个大韩的宝座上 这武士达赖看着这位年轻的大韩呢 酷似既心疼又怜爱 于是啊 就给了这个大韩一个尊号 这尊号叫什么呢 全称叫做丹京达赖扎勒布 那简称啊 就是达赖汗 那听着是道佛旨 而是这武士达赖以佛的名义 给这位新的韩王呢 一个尊号 实际上不是 那你这个韩王不值钱了 您这尊号是佛爷给的 所以你自己想想 你和佛爷应该是什么的隶属关系 那你和瘦特汗也好 这个达赖汗也罢 你左一个三年 又一个三年 把时间全浪费在内讧内斗身上了 所以这达赖喇嘛 对西藏地方政权的掌控就越来越紧密 那紧密到什么程度呢 这会的武士达赖喇嘛 根本就不想推选任何人做第八 他要啊 培养一位第八 那培养谁呢 他的爱徒 他身边的人 名字叫做桑杰加粗 那这个1675年的时候 第三任第八卸任 他直接就啊 推出了他自己的徒弟桑杰加粗 要求桑杰加粗接任第四任第八 可是啊 有点小插曲 人家桑杰加粗的家里也是世家 人家觉得自个儿家这个孩子 这么年轻就说第八 可能会有点危险 并且啊 人家家族了解到啊 武士达赖做出这个决定 是完全跳过达赖喊 也就是何说特寒的 所以呢 人家找出这个借口 说自己家这个孩子桑杰加粗呀 年纪太轻 阅历不足 不敢担当此重任 至于这个何说特寒 也就是达赖喊怎么想呢 他也从来没顾忌过 这武士达赖就说呀 那行吧 先让一个人 名字叫做罗桑金巴呀 先代理第四任 但是呢 名义上还是我徒弟是第四任啊 代理期一过 我徒弟立刻就转正 1679年 清康熙的18年 罗桑金巴的过渡期完成了 自己就卸任了 人家也不想汤着点浑水 于是这桑杰加粗 就成了这甘丹破章的第五任第八 西藏从此以后形势大变 达赖喇嘛一系就牢牢的抓住了西藏的政权 今天咱们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儿 为什么在这儿做节点呢 因为在之后讲啊 那就要出现很多分支了 那不妨呢 在这儿啊 环墨花个半分钟的时间 给您介绍一下之后故事的分支方向 您首先呢 达赖喇嘛一时期 那整个华夏地区 也出现了很多位能人 那怎么能说是能人呢 那是相当相当高的高度的高人 哎 您就比如说吧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 武士达赖喇嘛 还包括呀 这个不久之后就将会起兵的吴僧贵 还有啊 就是这武士达赖喇嘛的儿徒 草原之上比突尾巴狗还横的嘎尔丹 哎 咱们讲故事吗 讲的就是从中心人物开始 巧了 这武士达赖喇嘛 和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位啊 全有交际 那我们将在之后的几期里啊 讲一讲这武士达赖喇嘛 和这些人的关系 以及故事 也包括今天咱们说的啊 他这位爱徒 桑杰家措 得嘞 就是天不早了 您早些的 咱们有什么话 明天 接着聊